浙江省的人间天堂,朱元璋曾经在这点价,在这里让人觉得时间很慢。 古田山自然保护区地处浙江省徐州市开华县苏庄镇境内,距县城30公里直,县距离与江西省牧原县,德兴市毗邻为国家及自然保护区招名景点,有朱元璋点降台、古田飞铺、茶湾、观景台、陵云寺等古田山,不仅景色秀丽古墓参天名胜古迹, 众多海有大小瀑布,石余树三珍溪古树名牧,圆山、唐柏、吴越古章、苏庄银庆,被称为浙江树王,百年水山,古田山海拔961米,普通人爬到山顶,大约需要两小时左右,中间有段路七十下半山腰再上山顶的状态,比较平缓,山顶即是古田庙所在, 相传朱元璋与元军战败,便是躲在古田山上,到了这里,这也要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,其中舌尖上的中国介绍过的开化青丝,青丝生长在山泉溪流中,七形较之一般螺丝碱,灰青色的肉,当地人用辣椒和紫苏烹饪它, 它本身的鲜味融合了紫苏的鲜辣椒的鲜,吸到嘴里欲罢不能,开化被果当地人叫被果,外地人叫米糕也是要尝尝的,被果是用糯米蔬菜等材料蒸制,软糯可口,真真是特别。